前骑士汉将,和斩姆斯断绝关系,网友知道真相后却乐开了花,关于斩姆斯的下架问题,一直扑索迷离,斩皇越是迟迟不公布决定三,其他球队和球迷的心,越是紧绷着,而作为2016年骑士夺冠功臣,前骑士汉将最近居然发布这样的一则声明,一直将和斩姆斯断绝关系,这位汉将就是理查德杰弗森, 乍一看球迷都表示一头雾水,直到杰弗森做了详细说明,真相忠于大白,他是这么说的,在和斩姆斯做了很多年同事和朋友之后,我决定断绝和他的友谊,我公开宣布这一决定,为了让球迷和媒体别再来问我,他会加盟哪支球队,我不知道,我的家人不知道,我的孩子们也不知道 杰弗森还表示,他恰巧住在洛杉矶,所以这样的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,他说从来都不喜欢斩姆斯这家伙,因为LBJ太努力了,让其他人显得很难堪,听了杰弗森的解释,网友乐开了花,直言杰弗森说话充满黑色幽默, 其实,杰弗森私底下詹姆斯很要好,他的声明其实就是一种玩笑罢了,有网友更是表示,杰弗森太有文采了,不夸张的说,作戒说他可能比奥尼尔还要幽默 杰弗森太有文采了,不夸张的说话充满黑色幽默